立法委员郑天才针对都会区原住民住宅问题 质询行政院长江一化 立委直接亮出三英西州等都会区的聚落 直接告诉行政院长族人在都会区的住宅现况 显现出政府是多么的不重视族人住宅问题 就说在都会区选择公有土地 由政府新办或是奖励民间来新办 这个是专门作为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集合式的住宅 叫原住民住宅可以租可以成购 买得起的就买买不起的就成租 而买的部分如果是成购的 受屋不受地土地维持国有维持公有 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委林江一回应 如果要盖原住民住宅的话 最大的问题还是土地取得的问题 但是立委表示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就算是也应该要在这么多年的推动之下 应该要解决 刚刚这里我们看见的像雾峰的 雾峰的花东新村 台中市自强的新村等等 我们都跟地方政府说 只要你处理要解决民的 这个可以盖房子的这个地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土地的问题 应该是说没有整体的计划 事实上刚刚讲的那些例子都是公有地 所以那个都不是问题 所以重点是在于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住宅计划 江一回也说会请原民会以及地方县市政府提出 目前执行上的困难再做讨论 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如何去找出 现在没有办法去做到的那个癥结 譬如说地方政府在土地或者是在这个新建管理 还有后续的维护上面 是不是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 立委政天才强调 政府应该要负起责任 因为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6条 政府应该测定原住民族住宅政策 辅导原住民建构或租用住宅 并且积极推动部落更新计划方案 呼吁行政院长要好好规划 拟定都会区原住民族住宅政策 继续安传导学立法院采访不到 救生主义 靳 福音 航空 福音